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坛 好好好 公子 您请里边坐啊 我这就给您拿酒来 韩光君 你看 生意做了 口就好打开了 进去吧 三坛 给您拿来了啊 韩光君 钱 谢谢两位公子 对了 这位小兄弟 我想请问一下 跪地最近有没有出现过什么怪事啊 什么样的怪事啊 什么鬼宅 荒坟 分尸 诸如此类吧 哦 二位公子是干什么的啊 你不是已经猜出来了吗 那是 好猜 二位啊 肯定也是那种 飞来飞去腾云驾雾的 什么世家的人吧 尤其是您旁边这位 一般人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 这么 这么标致的人 您这话说的 这位公子就要不乐意了 这位公子不会在意的 是不是 韩光君 那就好 刚才说到哪了 怪事是吧 有的 不过不是如今是十年前的了 行了 那先走吧 小兄弟 我们结账 给 谢谢两位 买的这些酒呢 先在你这里放着 等我们办完事回头再来取 不能赖账啊 哪能啊 本店童所无弃 您就放心搁着吧 话说 二位现在莫非要去厂宅 是啊 哇 真厉害 我这本地人都没去过呢 只敢隔得远远的 偷偷望一眼 还是你们修签的有本事 这位公子 不 这位兄弟 我也不拿你当外人了 能不能跟我说说 你们干这个辛苦吗 挣得多吗 要是想入门的话 我 公子 您旁边那位 瞪我干嘛啊 嗯 他这是 我这个朋友啊 从小家教研 最不喜欢看见有人 当着他的面勾肩搭背 嘿 是不是有点怪 怪 看他那眼神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勾肩搭背的是他老婆呢 他 对了小兄弟 我刚刚在酒铺里喝完一谈了 你不是说喝完了还能站着 就跟我姓吗 这个呀 厉害 不是我吹啊 我这是第一次看到喝完了一谈 还站得稳稳当当 舌头还能不打结的 那个 公子 您姓什么呀 我 我姓蓝 说了 从今天起 我就姓蓝 好了 走了 客官慢走 韩光君 等等我 谢韩光君结账之恩 我让他跟你姓了 走了 嗯 走吧 去厂宅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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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